有膝肉等于必定患癌 有医生指出 膝肉是人体肢长出的坠物 有机会出现病变 癌变风险可高 95% 膝肉可分为三大类型 并列出其症状特点 若出现一个器官 癌变几率则较大 在其Facebook专页发文指 膝肉已出现在人体上的大部分地方 包括消化道 呼道 子宫 鼻腔内 口腔等 不过并非所有膝肉都有变风险 黄轩医生表示 有三种膝肉需特别注意 其一种款癌变风险高达95% 并提醒不同胃膝肉的处理法 主要可分为发炎性膝肉与腺流性膝肉 前者常不易发生癌变 但后者发生癌变的风险高达80% 95% 即使是较安全的发炎性膝肉 如果反复发炎也能会因此饥饿化成腺流性膝肉 增加致癌风险 宣医生提醒不同大肠膝肉的处理方法 根据本 生鼠及癌症网上资源中心资料 通常患有胃膝肉的患者 有80%为发炎性或增生性膝肉 其癌变约5% 余下20%属于较危险的腺流性膝肉 有25%至50%的癌变 显 黄轩医生提醒不同胃膝肉的处理方法 胆囊 肉大致可分成四种 包括胆固醇堆积膝肉 胆囊炎 膝肉 胆囊腺流及胆囊腺肌流 其中后三者有癌变 风险 至于如何预防出现膝肉 黄轩医生提出五大 1. 从发文指 饮食习惯与大肠癌息息相关 如果吃五种食物 可帮助排毒通便 预防大肠癌 近时见肉类取代加工肉 可免患大肠癌 生鼠建议可 则以下天然低脂肉类 减低患大肠癌风险 根据港生鼠资料 其中不良饮食习惯是诱因之一 了预防吸肉 从饮食上也可以达到防癌效果 曾文指 有12种食物防癌力较强 可预防多大肠癌 如胃癌 前列腺癌等癌症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